首先呢 讲到这个横桥跨浪 跨四前 那个地方刚好就是 行脚的时候走到花莲 从山路啊 刚好要横跨到海线的这一个桥上 这条桥下面跨的是大山 山沟的那个水一直向大海流淌的波浪 以及在海口大海不断地向山沟里面冲击的种种海浪 类似行者每天横桥跨的就是这个意识从俗至真 从真到俗 依念之间在世心当前所激起的一切 过去的意识造作的种种世浪 在面对如是世浪前 也就是现在行者 依念之间的道场处 那个道场就叫画四前 刚好那一天走到那个桥头的时候 是有一间寺庙的 本来如是的横跨跟例行 就是出家人每天 当前面对解脱道的 念念的心里面的不断的深入 在于是深入的当前 跟因为过去在凡情上面 众生所执着的那种以为的谨责跟执着 都成了现在有所得的 以为自己当下就弃应诸佛命与命意的 念念心中的把持跟执寿 刚好桥头的那间寺庙也在当地 也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 在汉教的道场里面 请来了很多不太如法的喇嘛 教授一般人 以为现前可以抓到那些乖乱神的 譬如图辣 或者是种种在感受上面的造作的 当下会有感应的修行 他的另一个层面 刚好也就是在解释当前有很多修行人 虽然向上是发心修行 可是潜在意识里面 一直永远没有舍离过半点 在世间那种突明突立 或者是还在妄想 捉持一些关于乱神的一些 当前的感应的那种自我的迷惑 本来汉僧二字 也就讲到大圣佛法里面 就是讲到发大丈夫愿 才能堪当如是汉子 但却在当今的种种社会现象里面 可以看到有很多汉僧 多半都想要非常急切的 就叫一生之中就如所得 或者是一生之中就如了半的那种狂心作意 反而捨去了祖师的种种生智 甚至又换上了喇嘛的红衣 你若是真学喇嘛的如法的行仪 那当然都是佛门之中的教授 但是要是都学喇嘛的那种 有很多是假借他密语密意的那种 世间上面 容易狂惑于别人的种种伎俩 却把它当成现在在修行上 自以为是的炫耀 所以就是我那第三句 汉僧多卷红衣乱 世间现象是如是 但是刚好也在 跟有很多的心意识的现象 也是如是 明明是发了大丈夫心愿的行者 但往往也会有一些 修行人会不小心 又会堕在自己刻意去标榜 自己有所得 或是有所能力 有些什么奇异的能力 类似的心里里面的那种 被别人羡慕的那种心中的狂乱 那就跟现在的 红衣乱是差不多的意思 在平常的世界里面 你看到的好像都是修行 吃咒了 念佛了 做什么都是修行 他的心里面永远没有放下脚海翻云 都是在潜在意识里面 狂说秘语秘义 妄作种种玄妙 做自误误人的一些行为与伎俩 这有的时候不是骂人 有的时候也是 用世间的现象也做自我的警惕 因为每一个修行上面的过程 你都可以看到现在意识上面的不断的翻角 但是拿着如实的翻角望作有所得想 就跟妄言种种秘语秘义 妄说种种秘教 种种怪力乱神是一样的意思的 但是真修行人 要看到过去心意识里面 不断的翻角的现象现前时 就在翻角当前 或者在意念当下 有任何自己有所得的种种自以为是的造作现前处 你都还要告诉自己 那不过都是过去妄想业里 那不过都是决心现前时 现在眼前的种种幻影幻现而已 所以每一个修行人都会碰到心意识里面的翻角 但是你着持这个翻角 不认如是决心 那你就随着翻角之中 就会跺在现在你看得到的类似 不单是心意识事主实 也看得到的类似世间现象的 各个都好像有所得 各个都好像玄妙的不得了的那种 现在的种种高人 但是真修行人 就在自己横桥跨浪当前 就在自己每一个道场当下 看得到自己于修行处时 不管你是解身 解身之处 或者是在修行当前 那个心意识中的不断的翻角 他现前自以为是的自由所得 任何念头 自心所起的意念 再也蒙混不了自己 再也迷惑不了自己 那才是真修行处 那才能够跳出 在修行上面 我这时候不小心 又妄夺在有所得上面 有所悟上面的 那个修行的种种业障跟陷阱